中途市府大動物展開 抗議新竹市政府 沒誠信反教育 手拿抗議牌口中喊著 對新竹市府以及動物園的不滿 大陣仗站在市府前 要來替動物們討公道 今天開記者會呢 就公布了很多動物 在動物園裡面的一些異常行為 很嚴重的動物福利問題 我們抗議市政府呢 他們不守承諾 遲遲不改動物園裡面 動物福利的問題 還卻在短短的三個月內 又向六福村引進新的老虎個體 就是這隻近期新浪上的孟加拉虎 由於新竹市立動物園 原本照養 臟近20年的老虎兄弟 來福 六福相繼過世 於是向六福村動物園 借了一隻新老虎 卻也引發動保團體的不滿 帶著陳情書舉行記者會控訴 其實一年前的時候 我們跟市政府開過會 當時呢 產發處的處長 就承諾了所有的動物園 會積極的去改善裡面的園區問題 但是一年後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 他們的承諾被落實 其實像是老虎 它這種猛獸類的動物 是需要非常廣大的生存空間 但我們新竹市動物園 一直以來 卻把它關在狹小的空間裡 我想這不是一個真正的 好的生命的教育 對於被指控空口說白話 給出的承諾卻跳票 新竹市立動物園的園長 也出面澄清 對於借虎前 都有進行專業評估與廠刊 以及十多項環境優化作業 並非無所作為 相較過去的場地 我們保留了適當的質疲 提供老虎探索 跟躲藏的空間 使老虎更自在有安全感 目前園內已經完成超過15項的 動物的環境優化 絕非毫無作為 並在面對民眾 反映園區動物數量少 因增加動物種的聲音中 我們提出了 符合動物福利 且落實生命教育方案 不過園長也強調 為了讓動物們 有更優良的生活品質 也會採納各方建議 進行檢討修正 民視新聞黃昭康 新竹報導